那這次住的是這一家 照他們的說法是 這個是村長家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龐 這次來四川的打鼓冰山這邊住了兩天嘛 那這次住的是這一個 第一天晚上來的時候已經簡單介紹一下倫兔了 那首先是這個房間啦 房間的話我昨天有去看他們的櫃台的價目表 它有分豪華套房跟普通套房 可是價錢都是1280人民幣 後來還有人來問就是最便宜是多少錢 好像有481間的 那那一種的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不過可以想見的這個應該就是很謂的豪華套房 那為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再跟各位說一下 先看一下這豪華套房裡面有什麼吧 首先門進來 旁邊就是廁所 它廁所的意義就是廁所跟浴室合在一起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馬桶就直接在我們洗澡的淋浴的那個部分的下面 所以洗澡的時候要小心 腳踏空 還有就是大便的時候要衝乾淨 那套房就是兩張床嘛 因為我們已經睡過了兩天晚上嘛 所以以下比較亂 整體的裝潢風格我個人覺得是還滿舒適的 這種木造的雖然個人感覺 有一點點原始風味反而不太像葬名的那種房子的風格了 不過還是滿舒服的 因為就是這種木頭色的設計 那電視的話它有 好像有那個MOD還是什麼的 所以其實節目啊或者是一些新聞的那種都還沒有得看啊 那這間房間應該仔細看天花板啊 這個是沒有那種有管線的天花板 所以它是沒有空調的 但是在冬天晚上肯定是很冷的 它的暖氣是這一種的 它其實是一個地熱的 也就是說 這個地板 你打開之後會變溫溫的 其實那個開起來之後 晚上是還滿夠用的啊 不會到時候覺得冷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房間住起來是還滿舒服的 不過它這也是整個 藏在改建成的一個類似 度假村的那種概念 所以其實它除了房間以外 還有其他的很多設施 那今天就來帶各位 稍微簡單的看一下其他的地方吧 首先是這個門口 門口有兩個大喇叭 就是可能外人來襲 就上去吹一下 然後城鎮中心把在外面的村民叫回來這種概念 那這次住的是這一家 照他們的說法是這個村長家 這個整個陽龍哈德啊 他就是把他們原本的藏民的藏寨 就是藏家的那個山寨 因為他們以前就是可能會有一些 嗯怎麼講呢 部落之間的衝突吧 所以他們幾個人會聚集在一起 然後外面其實還有一個護城河 所以有一個護城河在這邊 他們把這些民居啊 就是全部把它改建成民宿 那這一個好像就是原本這裡的村長的家 但其實我看一下是這一家 它的外觀其實跟他們差不多啦 我覺得應該也是一樣的內容吧 可能這兩間就是豪華套房的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村長家裡面到底有什麼吧 這個是一進來就看到的客廳 他們的客廳 還有裝潢 這是他們自己家的廚房 因為是民宿嘛 所以他們可能自己也是住在某一層樓的某一間房吧 二樓也是其他的客房 然後好像還有一個客廳 那二樓還有一個這樣子 算是應該是家蓋出來的吧 一個這種客廳嗎 或者是教育廳 不知道該怎麼說 那裡還有一個吧台 這裡可以泡茶 還有兩個桌子 那其他就是還是客房 那樓上的話可能是他們自己的住家吧 就不上去 現在是早上嘛 現在是早上嘛 所以就是早餐 因為這個整齡樓 它也是跟一般的飯店一樣嘛 就是那邊也有一個餐廳 然後也是跟一般飯店一樣 有那種早餐去的 那你可以去那邊吃早餐 不過就是如果你想要在這邊 就是客房 民居之內 用餐的話 就是跟他們講一下也可以 就是讓他們準備 那 就是他們 就是一般葬名的早餐吧 因為之前也住過這種藏家的民宿啊 叫什麼 賈具藏寨的 那時候 比這個還差一點點 不過如果只有這樣子的話呢 我是不會 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值得介紹給各位 所以我們現在 往那邊去 就是 餐廳的那個地方去 前面那一個應該就是他們 藏傳佛教的某種 佛教建築吧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住了兩晚啊 在這個 前面的廣場 每天晚上都有人在這邊 唯一個爐火跳舞 這個遊客的東西其實就是check in的地方啦 那這個就是他們這裡的餐廳 還有中餐 戰午餐 土火鍋 土火鍋 其實就是火鍋 然後 裡面放的材料是他們這裡的 一些土特產 像什麼 毛牛肉啊 土豆啊 就是馬鈴薯這些東西 第一天來的時候 我只有到 看其實這邊 這邊蠻晚的 而且有點冷 那後來昨天晚上呢 我有再往那邊走一點 我說過了嘛 因為它這個羊羊哈德啊 它不是單純的藏家的民宿 是把整個村子改建成像 類似一個度假村的一個概念 所以其實他們裡面 還有商店 雖然東西不多啦 可是就是 至少你一下要買一些 東西還有 飲料啊 小零食啊 然後這裡還有它的那個土特產 就是 什麼 土豆啊 毛牛肉啊 或者一些其他那種野生的菌類 這裡還有一個宴會廳 其他那個小間的 不知道是什麼 也可能也是那個餐廳的包間吧 不是很確定 不過這間最大最豪華的 它裡面是一個 好像 30人 的座位 的 不知道大座還是幾個小座 反正這是宴會廳 然後這裡還有 美食街 麵條啊 還有其他的 不知道 可能當地的小吃吧 床尾小吃 燒烤 土豆燕 石墨麵 這裡還有 牦牛火鍋的 這裡還有一間酒吧 晚上的時候才會開 現在是沒有在營業的 那邊還有一個他們那種 藏傳佛教的轉鏡頭 一直在那邊轉 這裡就是 算是怎麼講 最後面啦 所以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裡除了是一個就是 度假村飯店嘛 那它同時也算是一個 旅遊景點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很多這種 遊客就 隨意的跑來參觀 那包括我們住的那一間 村長家 聽說就是一個 蠻熱門的一個參觀景點 所以有時候 你可能在客廳待著 就會有一些人 就突然 觀光客 就走進來 都看看西看看的 所以在這邊大家住的 就是房間 盡量不要放 貴重的東西 雖然應該也不至於 會有人來偷啦 不過就是小心一點吧 你們記得也要鎖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它整體住起來 是蠻舒服的啦 因為 有熱水早可以洗 然後又有電腦設備 而且睡的還是那種一般的床 之前住的那種假居障寨 他就是 可能那種 障迷的那種 老床吧 硬的那一種 那最後呢再來 備個空拍機 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裡的全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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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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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